今天,刘嘉玲又发肃炎症了,这一次的状态似乎还不错,虽然一点妆都没有,但是看起来皮肤非常好,精神也不错,毕竟今年刘嘉玲已经52岁了, 不知道普通人50岁,以后会是什么状态了,因为刘嘉玲作为明星,丝毫不惧镜头,总是发肃炎症,已经很厉害了,而此次刘嘉玲发肃炎症很多网友在一次形容,是不是每个老去的女明星都会越来越像蔡明呢? 不过,这也是网友之间的调侃,作为女明星,无论是蔡明还是刘嘉玲,她们的颜值都是很高的,而且刘嘉玲市场以塑料式人,也是太实称了, 其实从刘嘉玲现在的状态能看出来,她的生活状况应该也不错,尤其是和丈夫梁朝伟的感情,应该一直都是很稳定的,但是,感情一直还算是稳定, 的夫妻俩却不怎么在一起出现,毕竟很多明星夫妻会想着害怕被偷拍,所以偶尔会一起出现表示感情良好,不过作为老夫老妻的刘嘉玲和梁朝伟大概就不再估计些了吧, 就在去年,香港媒体曾经偷拍,到梁朝伟,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格子衬衫和口罩到超市卖食品,穿着很是简单年轻,看起来像是年轻的青年人, 当天梁朝伟在超市里看了许久,在调蔬菜时,却有点举情不定,可见梁朝伟真的是和格的丈夫,居家过日子一把好手, 而相反的,从以前刘嘉玲却是外出登山,同样也是一脸素颜穿着运动装就直接爬山去了, 看起来状态很是不错,大概回家之后的刘嘉玲可以吃上梁朝伟昨晚的晚饭,真是幸福, 作为十分会让生的明星,刘嘉玲近些年特别注重生活,也慢慢开始上了爬山这项运动, 据说刘嘉玲经常和周润发一起爬山,甚至还因为和关之李老公一起爬山而被关之李抱怨过, 不过这些很明显都不重要,更重要的是他和梁朝伟之间,在感情时分令人羡慕, 虽然没有市场秀恩案,但是两人各自有各自的空间,也算是一种和谐的像,楚模式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